在台湾除了菲律宾籍的劳工之外 还有很多菲律宾华侨 还有嫁到菲律宾来的台湾媳妇 那么最近的紧张气氛 他们都感受到了 特别是外界不一样的眼光 有人说遭到了不友善的对待 像比方说停好车子准备要上班 突然有人从后方丢石头攻击 还连丢两次 在这里中间新闻也呼吁 民众们保持冷静 别把我们变得跟菲律宾政府一样无赖 嫁来台湾13年 这是莉娅第一次在台湾 感受到不友善的对待 石头连丢了两次 幸好打中机车没有打到人 但她知道会有这样的攻击 来自于近来台飞关系的紧张 让她成了目标 感受到不一样气氛的还有她 Joy在台湾住了30年 经营餐厅卖的是原生国家 菲律宾到底料理 尽管已经拿到台湾护照 一家大小也都住在这 不过真的是30年来第一次 体会到菲律宾国籍 在台湾生活的不容易 直到现在是非常时期 国族情节尽量避免讨论 但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这位 菲律宾籍女子和加拿大籍先生 定居台中十多年了 过去少有往来的邻居 突然问起她从哪里来 来自菲律宾现在居住在台湾 却因为台非争议 国籍被放大检视 这几位台湾媳妇 以及深耕台湾的菲律宾华侨 立场难为 也看得出对现况外界观感 做不了任何改变的无能为力 中天新闻六人公益的台中报道